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只是我们要跟你讲 辐射 在台湾有很多层的意思 我们要帮你把这个问题厘清 并且在随后的单元再告诉你其他 我们要探讨 大家比较害怕的那些辐射 就是所谓的游离辐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 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好 辐射与电磁波的差别 电磁波的能量与作用 游离辐射与非游离辐射 红外线与热感 微波对生物体的危害 好 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单元的内容 好 主要就是 我们想要探讨一件事情 电磁波 是怎么样跟物质来交互作用 我们用前面 微波的爱恨情仇 这两个单元 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微波跟水 它是可以产生交互作用的 我们也就是利用它这个交互作用 来让微波成为一个很好用的加热工具 那我们就来讲 微波是一种电磁波 电磁波怎么样跟物质交互作用呢 我们都知道 电磁波 就是所谓的电磁作用力 是所谓的四大基本作用力 电磁波跟物质之间交互作用 就是电磁力跟物质之间的交互作用 就是只有电荷之间才会有电荷力 才会有电磁力 只有电荷之间才有电磁力 所以电磁波跟物质的交互作用 就是电磁波跟物质的带电的电荷来交互作用 但是因为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物质都是原子所过程 所有的原子都有原子核带振电 电子带负电在旁边的转着 所以电磁波跟物质的交互作用 基本上就是电磁波跟原子核跟电子交互作用 那通常我们可以在更进一步讲 为什么 因为原子核比起电子来说是重了很多 所以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就要思考一下 这个电磁波是怎么样跟电子交互作用就可以了 然后根据爱因斯坦 它对光电效应的这个解释 我们了解到一件事 就是电磁波跟物质的交互作用的时候 它跟光之间怎么交互作用 跟电磁波怎么交互作用 它是一个一个光量子来吸收的 这光量子我们现在称它叫做光子 也就是说电磁波我们以为它是一个连续的波 其实不是 它是一颗一颗一颗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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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是各自独立的一个叫做光量子 那电子跟电磁波之间交互作用的时候 它不是说你长长的一列的电磁波来 它可以每一个都可以跟你交互作用 每一个都可以使用 不完全是这样 通常电磁一次就只吸收一个单元 吸收一个单位 它没办法说是整个波来 然后一直 所以它这样子一起运动 它基本上是一个一个单元来交互作用的 当然有的时候电磁一次可以吸收两个光子 可是这个几率非常非常的低 我们暂时是不讨论的 所以既然电磁吸收这个电磁波的时候 是一单元一单元这样来吸收 一单位一单位这样来吸收 所以我们就想要知道说 在一个单位的电磁波我们现在叫光子 它能量是怎么计算的呢 这个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方式 就是光的能量大概跟波长是有关的 这个波长越长它的能量就越低 波长越短它的能量就越高 然而因为光束都是固定的 这样光它的振动的频率跟波长相乘起来就是光束 所以波长短的它频率就高 频率高的能量就大 波长长的它频率就低 频率低的能量就小 所以我们就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都听过X射线跟γ射线 这边都是能量很高的电磁波 我们说能量很高的光子 它们的波长都很短 所以能量都很高 尤其是γ射线就是从原子核发出来的这种辐射 它的波长非常短能量非常高 所以就打到细胞 打到生物体 就会造成比较大的危害 高能的电磁波能有什么作用呢 高能的光子 因为它的能量很高 所以一旦被物质所吸收的时候 它可以直接打断 物质它们结合的时候的化学键 举起来说放射线治疗癌症 它都是利用能量很高的γ射线 或者是X射线也可以 这个能量很高的光子 它打到细胞的时候 它可能就直接SARS被它造射的细胞 那怎么SARS呢 这跟紫外线能够具有SARS细菌的功能也是一样 紫外线它分成什么UVA UVB UVC 在UVC这里大概就是200到282nm波长这样的范围 它是能够用来SARS的 什么SARS呢 因为能量这么高的时候 它直接造射到细菌 或者造射到细胞的时候 它就可以直接打断DNA的键 打断RNA的键 也就是它就直接改变了DNA跟RNA 可是一旦这两个被改变之后 接下来这个细胞制造的蛋白质就不太正确 不正确之后这细胞就没办法正常继续回下去 它就会死亡 也就达成了我们所谓的杀菌的效果 好 那我们称这种高能的电磁波 称它是属于一种叫做游离辐射 怎么说呢 因为它这个能量很高的时候 它打到这个物质的时候 它可以直接把电磁 从跟原子结合的过程当中把它打出来 你就这时候电磁就可以跑掉 然后呢 我们的原子呢 因为电磁跑掉 所以它就剩下带正电磁的原子盒 跟周围少掉一个电磁的电磁 所以整个看起来就会带了一个正电 我们称这个东西叫做离子 比如说高能的电磁波 它就具有直接把一个正常原子变成带正电磁子 跟带负电的电磁把这个电磁跑掉 所以我们就称这样的一个高能的电磁波 我们就称它叫做一种游离辐射 定力上面是这样的 只要能量大于11V的电磁波 或者说波长小于124奈米的这样电磁波 我们就称它叫做游离辐射的一种 当它打到物质的时候 它都会把物质打成带正电的原子盒 加上周围的这个电磁形成的正离子 加上跑掉的这个电磁 附电的这个电磁 好 威力辐射不只是只有这个高能的电磁波 我们常常听到的游离辐射还包括什么呢 我们常听到什么α射线 β射线 没有错 就是除了α射线β射线之外 我们还有什么呢 还有就是 其他的中子子子 或者其他高能的栗子都可以称为游离辐射 比如说我们常听到什么太阳风 我们的太阳风从太阳表面吹到我们地球 这边来的时候 它有些时候里面就含有什么质质啊 中子啊等等这些物质 这些都是游离辐射 所以呢很简单来说什么是游离辐射 因为这个粒子能量很高 打到物质的时候呢 它就把电子打跑了 这个物质就留下震离子 现在的情况呢 我们生这些高能的这些粒子呢 就是游离辐射 好 虽然我们在这边呢 就把辐射统整一下 在台湾 因为我们讲到辐射 这个辐射这个字也 事实上它有一些 这个叫做定义不清楚的地方 或者说意义有点混淆 我们讲的辐射 台湾日常生活通称的辐射 这边上包含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就是电磁波 一个部分呢就是游离辐射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辐射 英文字reaction 它呢就是电磁波 但是在台湾又特别 把这个游离辐射 也用辐射这个字眼来说 然后呢 我们应该这么讲 游离辐射 比较常听到另外一个讲法 就是放射线 所以我们应该 把游离辐射 跟一般的辐射 要做好区分 游离辐射 俗称就是放射线 我们最常 听到的就是说的 α射线 β射线 它通常在哪里产生呢 就是原子 它原子核在产生衰变的时候 产生衰变的时候 产生衰变的时候 它可能放出这三个射线 α射线 β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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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带正电的嗨原子核 β射线就是电子 γ射线 我们前面提到的就是高能的光子 所以这三个都是由原子核 发出来的 我们现在叫做放射线 然后呢 它们是属于合理辐射的一种 所以呢 在台湾的用语 辐射包含了电磁波跟游离辐射 所以呢 下次你听到辐射的时候 你一定要问清楚 你现在要探讨的是电磁波 还是这些游离辐射 游离辐射跟电磁波 它们之间的危险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 我们现在来讲到所谓的非游离辐射 非游离辐射呢 主要就是电磁波 电磁波呢 可是我们刚刚讲到有一些电磁波 它具有游离辐射的能力啊 对 所以呢 直外线 UVC以上到X光到干嘛射线 像这一类的呢 我们就称它叫做游离辐射 然后呢 在这个以下的 直外线 以下的这些 包含部分的直外线 我们称它叫做非游离辐射 包括有 部分的直外线 可见光 红外线 还有微波 还有无线电波 所以非游离辐射 被生物体吸收的时候 主要产生的热效应 因为它明明不够高 它没有办法直接把生物组织的化学线打断 所以它没有办法改变这个DNA 所以基本上它并不会说 直接 产生DNA的变化 让你产生 就是没办法产生你必要的蛋白质 或者说更惨的是 有些时候你DNA变化之后 它可能还会怎么样 产生一些致癌的物质 好 再来 在夏天的时候 你晒太阳 你皮肤又没有做好 在防护的做事 譬如说你没有穿长袖 或者是涂薄太柔衣 这时候呢 你晒伤的时候 你会发现晒伤跟烫伤 感觉是非常的像 没有错 因为它其实就是让皮肤 接受了大量的热量 可是没有来得及排出去 于是皮肤就产生了 类似烫伤的这样的现象 好 那红外线的电磁波呢 这个呢 基本上跟人体啊 产生的就是所谓的热的这种感觉 所以当你造出到红外线呢 你会感觉到温暖 感觉到热 这样呢 就是有的时候呢 我们说冬天啊 你在烤肉的时候 或者是在乳火旁边烤火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温暖 其实是主要是接受到 这个乳火造出来的红外线 好 那维波跟物质产生交互作用呢 我们知道维波呢 跟水啊 主要就是产生热的交互作用 所以维波大部分 跟其他物质呢 也主要是产生热的这样一个现象 它并不会啊 产生这个游体的现象 也就是维波造射到物质 并不会把电子打出来 所以维波的吸收率啊 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维波一旦涉入水中啊 很快就被吸收 所以呢 维波很难穿透啊 这个水啊到很深的地方 也就是说 我们如果用维波来造射浮面 浮薄 大部分的维波都会在浮面就被吸收掉了 不会 这维波没有办法穿透到浮里面 也就是说 就几乎啊这个维波都没办法到辅浮底 这样的一个程度 就是说维波很快就会被水所吸收 那我们就来探讨一下 那维波对生物体到底会产生什么危害呢 基本上 就是水吸收维波会产生这量 然后产生这量之后 它会让温度升高 所以是温度升高这件事情呢 来让生物体它的蛋白质产生的变化 所以啊 这跟一般的物体加热 来让生物体产生变化的效果是一样的 而且 维波 因为其实只有热的这个效应 所以跟温度辐射啊 打到 生物体 会产生DNA RNA的变化 这个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呢 刚才跟你讲 哦维波的辐射非常危险 其实你呢 可以不用相信 因为维波真的没有那么强 没有那么大的能力 好 接下来 我们刚刚讲的 维波是有的不是吗 答案 肯定不是 绝对不是 然后呢 维波 大部分的时候 就是说 只会跟水啊 交互作用 就是我们维波炉的 维波只会跟水交互作用 其他的维波呢 产生的也主要是这种热的感觉 好 所以呢 维波 被水吸收变成热能之后 这个维波就消失了 就没有这个维波 所以 维波炉不会有所谓的 辐射残留的这个现象 所以当有人跟你讲 啊 用维波炉加热会产生辐射残留 其实不会的 那个NNA早就不见了 电池不会早就被吸收掉了 所以根本不会有所谓的 辐射残留的现象 好 那 我们常常又听到一件事情 就是维波加热素 很容易产生有害物质 这是真的吗 其实 其实我们已经跟你解释过了 维波主要就是跟这个水 交互作用 被水吸收的时候产生的热能 所以呢 只要任何一种加热方法 加热食物都会产生温度升高 这个热能再传播给食物 才能改变 所以维波跟其他的加热方法是一样的 并没有特别的伟大 也就是不会产生特别的危害的物质 那我们现在再问最后一个问题 功率很大的微波 造色人体会有危害吗 嗯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 功率很大的微波 你在哪些地方会接触到功率很大的微波呢 我会不会被手机的微波来煮熟呢 其实手机的功率很小 所以不在我们这个问题讨论方言之内 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功率很大的微波 你平常会碰到功率很大的微波 其实家里面只有一个就是你的微波炉 好 好 我们呢 应该这么讲 冬天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用电烂炉来保持温暖 或用碳炉来保持温暖 但是当我们皮肤或眼睛啊 其实热量比较多的时候 我们会自动怎么样 感觉好热 我们会自动避开 这是人的基本的反射动作 所以呢 基本上当我们烤火 或是靠近这些热源 来让身体温暖的时候 只要稍微不舒服 我们就立刻逃开 所以一旦 如果我们接触到很强的微波 身体感到不适的时候 基本上你会立刻的缩手逃开 所以基本上是不太会危险的 但是曾经有这样的报道 比如说有些很可恶的人 他用微波炉啊 来产奈这个小动物 所以呢 我们必须跟你讲 如果我们真的把微波炉的门拆下来 而你又破坏了它的安全装置 那微波呢 是可以从微波炉跑出来的 这时候呢 你照射到这个微波 确实有可能会受到烫伤 这种伤害 所以呢 基本上微波炉的危险 就是当你放在炉里面 你会接触到大量的微波 这确实是危险 或者是你特意破坏了微波炉 所以才会造成危险 基本上正常使用 就像我们在前面的单元里面所做的 微波炉它的外泄的微波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呢 基本上 你使用微波炉的时候 微波炉产生的微波 对你人体 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危害 为什么呢 因为它根本上是不太外泄的 好 好 那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就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